哈囉 歡迎來到五到五十五歲都能夠聽得懂的國際官頻道 我是Lara Lara前幾天呢 看到了一個新聞喔 她是在講說以色列的現任總理呢 她在一次的競選活動當中講話 講話講到一半的時候呢 就被她的保鏢給拉下來趕快去避難躲起來 為什麼呢 喔 原來是因為 加薩走廊 那個地方呢 發出了一枚飛彈 QRocket 這個飛彈一發出來呢 當然以色列政府說馬上就被他們給攔截起來了 這個呢 就是有一個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間的不斷的一個衝突 好多年前喔 Lara老師呢 曾經去以色列出差過 那在一天的晚餐當中呢 我們邊看著這個肚皮舞的表演啊 飯吃到一半呢 就被人家說 欸 趕快趕快 我們要從餐廳裡面撤出去 因為呢 據說餐廳裡面有一個 黑色的不明包包 不曉得裡面是不是爆裂物 所以我們所有的人呢 就趕快撤出餐廳啊 然後就在外面一個封鎖線一個範圍之外呢 在那邊等 那其實很快喔 大概5到10分鐘左右吧 拆炸彈的小組呢 他們就來啦 居然裡面才最後好顯示虛禁一場喔 他不是真的是什麼炸彈 今天先不講很複雜的事情喔 我們就先講到這個 耶路撒冷這個城市 耶路撒冷呢 現在就是算是在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邊境的一個地方 在幾千年以來呢 他說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他在位於從東邊到西邊啊 或是從西邊到東邊交通的一個枢紐 所以非常多的人都要搶這個地方啊 你知道耶路撒冷啊 他大概2000多年來呢 已經重新的建成了18次耶 天啊 因為呢 這個A國的人來了 跟B國的人打架 然後B國的人呢 把他佔有之後呢 就改來改去的嘛 剛剛講到耶路撒冷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喔 他除了是一個交通的枢紐之外呢 他最重要的是 他是世界上三大一神教的聖地 那三大一神教呢 現在這邊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上個月吧 看到了一本繪本很有趣 它叫做 耶路撒冷下雪了 這本書呢 它在講說呢 住在耶路撒冷城裡面呢 有三個不同的小朋友 欸 下雪了好開心喔 因為這邊呢 冬天雖然會冷 可是沒有那麼容易下雪喔 大家本來是一起玩嘛 可是雪不夠多啊 然後大家就後來呢 就開始說 啊 這個雪其實是我的 那是雪才是我的 那怎麼辦呢 然後大家就說 那你要怎麼證明 這雪是你的呢 於是這三個小朋友呢 就各自的去找他們 認為最聰明的人 第一個小朋友呢 就拿了一堆雪呢 就去找 拉比 拉比呢 是猶太教裡面呢 最有智慧的人喔 他就問說 啊 拉比拉比 你看你看 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屬於我們的呢 結果沒有想到他手一打開啊 雪已經融化掉了 拉比就問他說 你要問的是什麼呢 我看不到啦 第二個小朋友呢 也拿了一堆的雪喔 放他的背包裡面 他就跑去問他認為最聰明的人 就是牧師 結果他就牧師 牧師 請問一下 這個雪是不是屬於我們的呢 結果牧師打開來一看 嗯 什麼都沒有啊 你在說什麼呢 第三個小朋友呢 就去找 伊瑪木 伊瑪木呢 是伊斯蘭教裡面呢 最有智慧的長者了 小朋友一到伊瑪木那邊啊 他手上的雪呢 也不見啦 三個小朋友的雪都沒有了 拉比 牧師 跟伊瑪木啊 都說 嗯 那你們覺得 雪到底是屬於誰的呢 雪還存在嗎 你們要問的到底又是什麼東西呢 聖城耶路撒冷 又到底是屬於誰的呢 我覺得這本書是非常有意思的喔 推薦大家呢 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 好啦 我們今天分享什麼呢 以色列 加薩走廊 這兩個是很少聽到的名詞嘛 還有呢 耶路撒冷 三大聖城 哪三大宗教的聖城呢 猶太教 基督教 跟伊斯蘭教 好啦 天氣很好 我們要去公園玩囉 see you bye